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学习《论语》子寒篇 第27节的话 孔子说衣壁晕袍 就是穿着破旧的棉袍 于衣胡豪折利 于穿着那些胡豪皮球的人站在一起 而不迟的 不觉得惭愧的 大概就是油 就是子禄 子禄这个人呢 他是很有味道的 按今天的话来说 有侠气 讲话直 有点像张飞 另外像《水壶传》里面的李逵 没什么心机 子禄就是这么一个可爱的人 当然了 子禄是有学问的 不像张飞李逵那样粗鲁 他的个性呢 是豪迈的 他穿着破旧的袍子 和富贵人呢 穿皮袍的人 站在一起 他不迟 他没有自卑感 他不觉得自己不辱别人 这种的气魄 不容易养成的 很多人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衣服 到了一个豪华的场所 心理上呢 就会把自己看扁 但是真正 有学问的气度 就算是穿一件布衫 到一个华丽的地方 心中啊 不在乎别人 这是真正的修养 孔子说 这种气度 这种修养 只有子禄 能够做到 孔子呢 又称赞子禄 是不治不求 何用不脏 这个不治不求 不治就是不嫉妒别人 不求 就是不贪心 何用不脏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哪里还行不通呢 有如此的气度 如此的气质 不是靠衣服 培养出来的 而是内心有这种修养气度 怎么能 想不通呢 所以孔子啊 称赞子禄 一称赞子禄呢 子禄就终身送之 就天间说 哎 老师是这样称赞我的 说我是不治不求 何用不脏 孔子说 我刚夸你两句 你就得意起来了 其实我们这是一个 追求学问的一个过程 而学问呢 是永无止境的 你这样到处宣耀的 哎 就不行了 就不好了 可见啊 人学习谦卑 是非常非常难的 特别是到了你有一定的德行成就的时候 仍然保持谦卑啊 实在不容易 所以呢 孔子 孔子接下来又说 天气寒冷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松白是最后凋零的 其实天气冷了 所有的草木都凋零 但是松树百树啊 永远是碧绿的 一个人到底怎么样 是要在艰难困苦里面 才看到他的人格 平常是看不出来的 所谓疾风之净草 板荡 时忠臣 所以一个人到了德行很高的时候 再看他谦卑不谦卑 是不是始终保持谦卑 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呢 孔子又说到 一位君子啊 人格修养有三个重点 第一是知者不惑 第二是人者不忧 第三是勇者不惧 这里的知道的知 就等于智慧的智 意思是 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不疑惑的 任何事情到了他的手上 就清楚了 不迷惑了 人者不忧 有仁德之心的人 不会受环境的动摇 没有忧凡 很多人今天有忧凡呢 是因为人心不够 人心不足啊 勇者不惧 真正大勇的人 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一个真正的勇和人 都是和大智慧是并存的 我们希望 大家都能够拥有这三样 知者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 不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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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